今年是贝多芬250周年的名单 那因为疫情的关系呢 全世界非常多相关的庆祝活动或纪念活动或是演出都取消了 我们特别邀请了住在巴黎的世界大师钢琴大师白剑宇 来为台中的朋友们或是全国的朋友们 演连续八天的贝多芬32首钢琴奏名曲拳击 他跟台湾有很长的情谊 那他非常喜欢台湾的观众 那这一次他说他原来的演出的行程很紧 那因为前面的几场演出 10月90月开始他几乎都没有演出 所以更能够专注在12月的这八场演出 他说这让他有很多的沉淀 所以他并没有取消 那同时他在当时我们在确认演出的时候 我说必须要有两周的隔离 他说只要有钢琴 你要我隔离两个月都行 所以他来了 在12月22号应该算是全世界钢琴创作里面最难的作品之一 贝多芬的我们叫做锤子钢琴曲 那个这一首奏名曲 那我希望这个这么庞大的作品 也能够来台湾国家歌剧一起欣赏 看大师怎么诠释这么艰难的作品 所以本来我那时候提就是说你要不要谈 结果他就马上回去就说不要好累 真的是邱董今天才请了更白奥斯 真的是还请了更多他 特别在这个贝多芬跟你 而且就是我们明天算是我们推定的贝多芬生日 你就在这一天拿完了 所以我开始acht 然后是有战rus 陈鲜 十 aslında Worcester,这一点的嘴RA选择为ět 一種酶情, i家ını прыгaut 一ividade,或者一 vida Souza 对三vi sita 32 sanatas 然后时,我开始记ika killing32 산at 最开始开始了 当我每一个人在记 Το 这种想象的 告诉我自身渐持 Чтобы生在这种52 vemos中生而一生 通过32 sanata 但他感受了一切的生活 他感受了一切的生活 唯一的方法是一切的工作 但一切的工作 他在做事的工作 所以不让任何事不打扰 但只有一天后再一次 一直继续走到你会感到全世界的感觉 全世界的感觉 我认为是完全是很可怕 I had to play 32 sonatas, one after another during a whole week I think no one can really do justice I mean it's too difficult But this experience is so rare even for me And I had to do it So the first time I think was like about 15 years ago But I don't know, maybe this is the last time I don't know But I'm giving another chance 好,他就說呢 要談貝勒芬的三十二雄 那當然是一個很這個驚人的一個想法 那這樣的想法 但是人生其實充滿了冒險 才可能會有一些禍 他的曲目非常非常廣泛 他那個弦奏曲會彈七八十首 可是他心裡面並不是有一個就是 要征服什麼曲目的這種概念 而他覺得說 我現在可以跟這個作品 我到了這個很自然去表達它的時候 然後他去表達這個作品 那說要談貝勒芬特別是三十二的時候 他其實二十歲三十歲的時候就有一些想法 只是他覺得說 他好像還自己不覺得說 自己好像到很自然跟貝勒芬相處的這個時候 甚至他五十歲左右的時候都還沒有 但是到要六十歲的時候 他突然才覺得說 我好像可以跟貝勒芬自然的說話 而且談貝勒芬三十二手 有很多彈法 你可以一個月彈一場音樂會 然後用八個月的時間把它彈完 但他說 如果你要用這三十二手曲子 貝勒芬真的也幾乎是 從他很年輕的時候寫到他過世前五年 他人生整個被人交代在這三十二手裡 這個當時對我剛才大家講都很難 你要有那種專注度 然後三十二手 你每一手彈得非常好 那這裡面還有包括像是十二月二十二號那一場 那第二十八號跟二十九號 是貝勒芬兩個技術最難的剛才中文曲 特別是第二十九號 然後兩個曲子居然放在同一場 對所有班人家來講 都跟什麼時候彈都非常困難的曲目 然後你要有那個專注去練完這個 這些作品要彈好 但是他說這樣的體驗非常的難得 然後他在十五年 他差不多十五年前開始 就是有這種就是 就是八天連續彈完三十二手的這樣的計畫 那很高興這次在彈中 又有這個機會在彈 如果是他最後一次彈都不知道的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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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